让我们依旧站立起来祷告 是的 我们祷告 我们赞美非几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声 我们来是口唱习和 用心理诚实来敬拜主 是的 新年天父 感谢你再一次聚集我们 在这美好的清晨 来到圣殿中来敬拜你 来赞美你 愿我们所摆上的诗根 所做的服事都蒙你的愿难 恳求主再次协信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 所不知道的罪 摆在你面前 从你来赦美 叫我们成为在耶稣基督里 行造的人 从你到外 全都宽然于心 并且预备我们各样的恩赐 及能力 除了听到 还能够去行出主的样式 好叫天父上帝得着荣耀 今天是圣灵降临节 我们将心敞开 在此要求圣灵对我们心说话 所以我们对基督信仰保持起初的感动 那是知道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人女 有何等常过高盛的爱子当中来成就 感谢天父上帝 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爱 放在我们这瓦器里面作为导贝 圣愿圣灵叫我们心 仅仅记得这奇妙的恩典 救赎大门 恩高持续应许 在天父历程中 伴随你我来度过每一个高山深谷 每一次不容易的时刻 真切的悔改 领受所赐的圣灵 在默黄的日子里有指望 愿神赐福永福教会 每一个属汉儿女 愿神祝福永福教会所做的事工 有圣灵的感动 在正确的意向中来展开 使更多世上的灵魂回转向你 所以圣灵请此掌权 在一下时间保守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 哈雷路亚赞美神 祷告奉好耶稣基督得圣灵 阿们 好 听众姐妹请坐 谢谢老师 听众姐妹请暂时站立 我们一起来念使徒信经 好 我们一起来念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美而父 专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所生子 因圣灵神运 由同真运 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达多手下受难 被低于十字架 受死满上 站在阴间第三天复活 身边所在全部上帝的座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神害国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攻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而圣灵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有生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记载在 十五行传 第一章跟第二章当中 我们今天有三节的 三个部分的圣经 十五行传第一章第二章 我们先来读第一章四到八节 我们一起来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定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护心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护你的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候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照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扛散毙 直到立即做我的见证 第二章圣经在第二章一到三九起来 五十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学后五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口上 第三章圣经在三十七节开始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他主说 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用耶稣基督的女兽洗 叫你的罪得赦 就必你受了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一群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写在别旁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 劝你他们说 你们能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 为神的话语祝福大家 接下来讲到我们请萧冲轩传道 传道今天主要讲的是 得着能力的秘诀 圣灵降临 加上今天教会请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圣灵请你来 祝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让今天的敬拜充满你的同在 祷告祝奉靠耶稣基督民全 阿们 今天我们有听到 律人之士 他说今天是什么节 降临 今天是圣灵降临节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用这个主题 叫做什么 得着能力的秘诀 圣灵降临这个部分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你知道我们在福音书里面 这个耶稣的时代里面 通常我们都会讲耶稣的什么 他的作为 或是他的救恩 或是说他的 因为受苦 这个是受害 这个大概在讲 四福音书大概在讲这一块 那始福行传呢 开始在讲什么 教会行传 就是在讲教会 这些门主们他们怎么样 怎样去做传福音 然后到处做建设的这个 这个 这个使徒行传 就是在讲 我们怎么样行到 这个这一块 所以我们今天是用这个 来做这个使徒行传的开端 那在耶稣要在 要过世之前 然后也是跟大家交代 要怎样 你们要 他有一个大很大的使命 你们要怎样 然后怎样 使我们要做文土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要传出一个人做建设 这个是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使命 这是我们去以色列 我们有去那个大使命 善藏 在那个地方 高唱基督教哈利路亚 把那个感觉上非常荣耀 真的是要传承 耶稣的交代 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事 那在这个经文里面 他讲到说 耶稣 就是耶稣 耶稣 就是在耶稣 复活的时候 有四十天的当中 他就跟门徒行线 那这段话就是耶稣 在门徒给他写线 然后他们在讲 那个天火福音的时候 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聚集的时候 就讲 吩咐他们说 你们怎样 不要离开耶路撒那 要等候父所递取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 以前他有讲过 他说耶稣是用水怎样 约翰 约翰是用水施行 但是呢 再过不了几天的话 怎样 再过来 你要用圣灵来受洗 所以这个很重要 是你们要用圣灵来受洗 那这里讲到说 要等候父亲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要很耐心等候 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力 所以这很重要 这个经文也很重要 那神的例举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他说 你们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那你父亲以色列国 就在这个时候吗 所以他那时候 他们期待着 耶稣是怎样 因为当时在他们是受 罗马政府的统治 所以他们很讨厌 他们被罗马政府统治 所以他希望说 如果耶稣 能够怎样 来当我们的罗 做我们的罗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翻转 不要让罗马政府来 压迫我们 因为那时候 他们这些 信耶稣的人呢 怎样 被迫害被逼迫 甚至被杀害 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 保罗马也是受到 好多的伤害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他期待耶稣是一个罗 不能够来拯救他们 救他们 脱离这个苦难的世代 可是耶稣跟他讲说什么 这个时间 不是怎样 父他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 鎖定的时间日期 是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是吗 不是 所以意思就是说 那个时间什么时候来到 不知道 不知道 是还不知道 父还没有告诉大家 好 但是呢 他有很重要的 奇语跟逆语 就是这个东西 也是我们今天 主要的一个 圣经的经文 来 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 是很重要 背起来 預備 来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找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而撒玛利亚 持到地景做我们的见证 好 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什么 要怎样 所以意思就是我们要去跟全世界的人 那等一下我再讲 就是说你要去传福音做见证的意思 这个圣灵降临主要的目的 谁要做什么 谁要得找这个力量 谁要得找这个力量 然后得找这个力量要去做什么 传福音做见证 我们来看看 这怎么办 帮我一下好不好 他好像弄得过来 好 再点 我可以点 好 这里是撒玛利亚的上面 有没有看到 然后下面就是犹太的地方 然后这个耶路撒冷就在犹太人的位置 那我们再来看看 他叫我们怎样 在撒玛利亚 犹太 还有耶路撒冷 怎样 直到地景 所以那个地景你看他往外拓 所以意思就是往全世界 一直传统的意思 大概是做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圣灵要降临 那到底圣灵降临这个东西 圣灵 我们常常讲圣灵 那圣灵是什么 所以就是神的灵 神的灵 或者说基督的灵 耶稣基督的这个灵 然后你知道耶稣要过世之后 那四十天 对不对 他就怎样 他就升天 然后他有交代一件事 他说我要四 圣灵当保卫师 来看顾你们 照顾你们安慰你们 这个 就是在这个时候说了 所以他圣灵 其实也是保卫师的意思 那圣灵也是怎样 在讲一个真理的理 他是一个绝对的真理 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讲的东西 不是讲外面一般世俗的 是在讲绝对的真理这一块 所以圣灵有什么样的功效 他是做一个 他是做一个帮助者 你都来帮助人 鼓励人 鼓务人 所以有圣灵同在的时候 你那个息子 被激意的 被鼓舞的 然后被翻转了 所以很重要是 圣灵是要与我们同在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就是神的灵与我们同在 非常重要 那个是同在的灵 那圣灵的能力也有哪些东西 就说当你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 你有基督在里面的时候 你的圣灵里面怎样 就跟主是 因为你跟主同在 然后你的圣灵以基督的意念为念 以基督的生命为生命 所以你那时候 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怎样 就像基督一样 所以你的生命会被改变 改变成跟基督 就是有基督的心香之气 就会出来了 当你跟耶稣基督有很深的关系的时候 你跟他有亲密的交流的时候 那神的心意你懂 就好像你的知己好友 请问知己好友 你们很懂他 他的个性 他的特质 他的生命 你们很懂他 你们都会很懂很了解对方 因为神的灵跟他同在 那就会很像 所以这个关系是那样亲密 所以越亲密的 像夫妻关系 越来越亲密的时候 这个夫妻怎么样 两个人好像很怎样 很相像 然后那个长相 还有那个态度 好像越来越磨越合的时候 那个心意就越来越像夫妻脸 所以是那个灵同在的 那个夫妻脸的感觉 所以他们 通常出来他也就是很像 就类似这样 就你跟神的关系越亲密 你也会展现出这样的生命出来 那再来就是圣女怎么样 他是怎样 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内在里面做工 让我们越来越像他 让我越来越像他 所以是让圣女居住在我们大众 然后我们就可以跟 我们基督徒说基督徒就是 跟神合一 所以一旦你跟神合一结束 这边可以成功 但是跟神合一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说 你的生命是很大的不同 非常大的不同 好 那圣女有哪些能力 其实在西伯莱文里面 真的有讲到说 其实你有圣灵在你当中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很有勇气 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发现有圣灵同在的时候 祷告就很有能力 然后很顺畅 然后很清楚要说什么 非常清楚 然后就看到那个灵在里面浴作 那是一个非常美的 所以当你有圣灵同在的时候 那是有胆量的 就是你有勇敢的心 有胆量去说话 然后去传福音 你也有很有信心 所以如果圣灵不在你当中 你就会恐惧 然后恐惧害怕 呆忧就在里面 所以圣灵其实实在有恩高的能力 圣灵是有那个权威性的 所以你会发现 一个人如果站在台上 他有神同在的时候 他的灵有神同在 你会发现他讲出来的力量大有能力 而且大背怎样 你说被鼓舞 你会发现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使命 去做传福音 去做见证的一个工作 是这样 好 但是那圣灵呢 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 来 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 就在加害书 我们这样十二节 来 我们再背 对 圣灵我者就是什么 仁爱 使乐 和平 仁爱 尊责 圣灵 信实 温柔 节制 波浩 这个里面 我一直觉得 节了很不好 就是节制 一向都节不好 比如说每天都太用色 所以这个节制 没有很好 跟说话没说话 讲很久 也是没有节制 所以神也跟我们有要节制 那我们时间就比较可以管控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常常都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所做出来就是没有那么OK 这个就是自分行 难隔离的地方 那所以这里有强调说 其实我们要得着能力 很重要是什么 很重要是什么 就是要圣灵这样 你才有这个能力 所以你要得着能力 主要的秘诀就是在 你有圣灵跟你在 所以不管你到任何地方去 你想要做什么 只要你邀请圣灵住在你里面 让耶稣当你的主 当你的王就在这个里面 住在里面 你的生命里面会有很大的不同 会有很大的不同 好 那我今天我特别要讲一个 我上礼拜有一个见证 那这个见证呢 我觉得真的很奇妙 那我要说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木道友 那其实我曾 我过去很少有机会跟他互动 但是透过一个我们的好朋友 共同认识一个好朋友 正好没有跟我认识 跟我介绍他 然后就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一次一次这样见面了 然后慢慢了解慢慢认识他 那有一天呢 我又在见面 他说他要跟我一起见个聊天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有一个感动 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就觉得有个感动 觉得我今天要跟他 做些什么 传福给他 或者是为他做一点什么 反正我就是想我要做一点什么 但是呢我完全不清楚我要做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 完全不知道 然后我就求上帝与我同在 求圣礼与我同公 就说上帝我今天要跟他见面 请你带着我去 请你带着我去 请你圣礼与我同在 那我要跟他在一起 结果没想到那天我去的时候 很奇妙 我去的时候 刚好 还有带了另外 总共有四个人在那边 然后这四个人 其中有两个是我不认识的人 所以总共有四个 就是原来认识的 然后再带一个 就是那个穆大雅见面的 那另外两个是他们读书会的朋友 结果那一天他们是在庆祝母亲节 那在母亲节的时候呢 这一个我要见面的这一个人 他竟然因为母亲节的分享 然后呢分享到有一个人想唱歌 然后后来不晓得有人分享他的 他跟妈妈之间的关系怎样 然后就很激动 很激动的时候 他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激动 然后呢他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激动到 昏倒了 哇 然后我就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在讲这个过程 就是他早上发生的 就是他今天下午发生这件事情 那我就想说 哎 上帝你要我做什么 你要我做什么 欸 很奇妙 很奇妙 就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就跟其他人说 你们过去 你要坐在旁边 然后我就说 嗯 然后我就跟他谈 然后我请 他们这几个人都做 呃 讲师扮演 那我就在那个时候 当场做一些事情 那我现在呢 呃 要邀请他 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那 那 来 请一上 对各位 谢谢 我听过 我听过他同意 然后昨天我在准备过程当中 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完全没有想到 他会答应说 他愿意上来 我说真的还这样的 他说他愿意上来 吓一跳 我说哎呀 真是圣灵 你看就这过程当中 看到圣灵在做工 你就真的看到圣灵在做工 所以我真的是半夜 半夜 所以我是流眼想说他今天早上 我其实只是想到他来 来坐在下面听我说 结果没想到 他说我可以上去 我说真来讲的 他就对我愿意 你知道 然后他说他说 但是你要陪我在身边 我说没有问题 我就在你身边 好 那你就来讲看看 因为我要说的就是 我这是因为神带领我 所以我就让你这样子 来跟他在一起 那你不要说说看 那一天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事 你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自己说 比较很奇怪 然后他来说 比较是有见证 你先自有见证 来先自有见证 好 要叫平安 平安 我是念肖 我叫翠龍 蜜翠龍 我也在那个 我妈妈也在学校有进班 说生意教育 然后我会跟崇星传道认识 也是一个基研 还记得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在跟我讲一些事情之后 我还很不认同 再一句来一句去 那后来 渐渐一次又一次的见面之后 我发觉 哎呀 这个崇星传道 太细心了 又太热心了 真的给我很多的温暖 而且在这 就是母亲节的前两天 星期五月十一号那一天 因为我们读书会 有一个母亲节活动 可是呢 因为每一年 因为我妈妈走了大概 我妈妈走了五六年了 但是在这五六年当中 不管是母亲节 或是有关于母亲的事情的时候 我都心情多危 有一个对他很歉意很抱歉 而且很内疚 而且很后悔的那个心态 为什么后悔 我说到后悔是因为 人家说孝述不能等 因为我很自私 一直想说 我要赶快赚钱 等赚了友情之后 才去对妈妈怎样孝述 可是真的不能等 所以讲到这个时候 我就很激动 但母亲节那天 讲到这边 我就是跟姐妹分享说 真的 孝述不能等 在这边的时候 我就很上京 就哭起来了 因为那一天早上 我已经那个 包括上的永福中心 我们现在叫 威妹已经叫 我现在是威妹已经 我现在叫张内 就到那边去的时候 我们去帮她做那个 精简做母亲节活动 然后给她们一些带动 但是到那边之后呢 我发觉说 我所看到的 都是做伦理的 甚至有的头都低低的 没帮我看 而且我们在一些活动的时候 带动的时候 有的根本不能动 只能看 而且有些人 有没有看 有没有听 我们不想的 那在拍手的时候 有的不能拍 剩下一首 可是她们也很热情的 也想这样 所以在我眼里看 我会非常感动 那之前 因为我妈妈有要送到那边 因为那边要 要用爬的 那爬到那边打电话 给我说 你妈妈可以来 可是我妈妈今天走了 所以到那个地方 又有另一个感慨 所以那时候 心情就一直 那时候我心情就一直很激动 对 然后下午又到 不是会开一个 参加一个那个母亲节活动的时候 又轮到我去来整的时候 我就整到激动住 我没想到说 我竟然会当场哭的 昏倒 就当场昏倒 昏倒的时候 我不知道要昏了多少 就是多久 所以上来 我问姐妹说 我不知道有哪个人 她说很快很快 可是我那时候是上着讲 后来就做着讲 根本不知道我讲 可是我一定要把她讲 我有把我心里那种 那种 那种 对 讲出来 然后 然后下午 下午晚的时候 有这个 我没有想到说 从宣传到 她真的很忙的人 今天既然能够来 而且 而且她还走到我旁边 又问我一些事情 我看到她 就好像看到自己的母亲 把所有的脱火都想出来了 然后 重现穿到 非常厉害 有一场热心 有一场新鲜的 当场 就做了一个 角色对方的 对问 然后她解开了我心里 这样 然后那一天我就跟她说 我是太多了 真的 这五六年来 一直感到 我失望了 我可以幻想 从此 在这边 我要感谢中间船大 整来抑制了我的心里 可是那个 中间把她打打 非常 非常的惊奇 她说这是天鹿 天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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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拥大 给你开刀 我也接受 但是我认了 我跟中间船大说 是你带我打 给你天鹿对话 我很感谢 也感到感恩 在这边 就这样分享 我完全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 那上帝就做事了 所以真的 那一天真的就是圣灵同战 圣灵同工 那刚好 因为她讲这一天 讲道天 我就想说 欸 刚好这就是一个见证 所以我想说 你就来讲这个见证 所以神很奇妙 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真的发现 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 真的是圣灵 在这个过程当中 斗工 然后她五六年来 在这个内在里面的痛 或者是说亏欠 对妈妈的那种亏欠跟释放 她就心里面得到自由了 所以她 礼拜天她来参加母亲节的时候 她跟我说 我跟你讲 我得椅子了 我得释放了 要不然很兴奋再跟其他两位姐妹分享 我真的我也是觉得 我根本能做什么 我觉得 但是那是圣灵在带 她是圣灵自己做事 所以很多时候真的 有圣灵的引导 神的能力 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彰显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 也谢谢最友的分享 你看神也很帮助我们的一个人 我原来期待没有要你上来的 可是她昨天跟我说 我可以上去 这样子 哇 好 你说 各位一位是什么事情 各位 谢谢 谢谢 然后特别赶过来了 特别赶过来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你要知道说 跟神同工 做工就有果效 靠着自己的能力聪明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要尽人 不是靠自己 是靠手 很多事情是靠什么 自己 自己没有什么才好 有些时候你能力再多 但是你会发现说 你有错的地方 或是你的能力 你是要彰显你自己 你会发现 神从头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在打算 他就让你看到 你实在是很脆弱 很脆弱 OK 好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犹太人里面 总共有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有关五菊姐这个事情 或者说 你知道五菊姐是什么 我问你 五菊姐跟金佑五讲说 圣年将人姐 是不是同一个 是喔 是喔 所以 犹太人有三大节庆 哪三个 来 说一下 余悦姐 五菊姐 祝恒姐 这个有时间点 那你们也要懂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节庆 所以他知道 那其实我今天本来是不需要花这个时间 可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懂这个东西 所以我想说 让大家知道一下 他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 主菊姐 有时候到了 然后门土也聚在一起 那后来就圣经充满 那我要讲到这一段 犹太人的 那个什么 圣地 就是他们的国历 他们的 什么 那个叫做 他们的算的那个日历 那什么 日历 他们算的日子 跟我们有没有一样 那不太一样 大概差两个半月 大概差两半月 如果现在是一月 假设现在是四 现在五月 他们大概就是八 不是 我们现在是 那他们那时候大概是二月 二月三月那时候 这样子 好 所以你就看到 上面是阳历 就是我们的 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到几月 那下面是什么 犹太人的 好 那你就看到说 余夜节是什么时候 余夜也是犹太人 那时候他们的日历是正月 一月十四号 然后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要办法就是要做俗孝 就是俗孝节 就是余夜节 就是跟余夜节就是一样的 那余夜节是什么东西 我先说一下 余夜节是什么东西 这等一下我先讲这个 余夜节是什么东西 就是 摩西跟法老 在相战的时候 他们在修典 然后呢 法老就要伤害人 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 所以他们要伤害他们 那这个 上帝就告诉余系说 诶 我跟妳说 妳要伤害人 所以我跟妳说 你们每一个人的家庭 只要是以色列人家庭 亲密这样 那在那个你的门 门框上 涂上妳要怎样 涂上高氧的血 只要有涂上高氧的血 那这个死亡的意义来到的时候 只要是有涂高氧的血的 怎样 全部都 免除 所以 这些人都会存活下来 那包括他们家的牲畜 全部都会存活下来 可是如果不是的话 其他人就怎样都死掉了 所以这个是余月节 所以他是在纪念这个摩西怎样 带领 以色列人出埃及生的日子 所以这个是余月节的过程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五旬节 五旬节就是 就是他在这个 除夏典之后的五十天 他们要进过七周 那你知道他们五旬节 那时候他们就是用 犹太人那时候他们就是要收割啊 就是有麦 希望做麦啊 然后收割 然后就把那个麦子这样做成饼 然后拿两块大饼 然后来献 尤其是那个最棒 最出手的那个果子 然后弄好的 然后那个做成一个饼 然后来孝敬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个把出手的献给捏的话 所以那个五旬节 也是叫做收割节 也叫七七节 所以 圣灵嘉宁节 你看有几个名字 一个五旬节 还有收割节 还有七七节 这个都是他的那个 可是我们来看他这个 这个部分 然后 这个是祝文节 五旬节这个部分 五旬节是 五旬节是 余月节过后的第七周 然后是除孝节 然后是出手的果子 是经过五十天之后 然后呢 他们要献祭给这个耶和华 所以他们就用那个麦 做新的麦 就是松绳的新的麦子 然后做成饼 然后来孝敬 这个是孝敬耶和华 所以奉在西南节 所以这个是在祭奠这个部分 所以那个时候的节庆 所以在西约里面就变成是五旬节 所以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也 现在的教会 就把圣灵降临节 这个五旬节的时间 就用圣灵降临节来说 其实这个是五旬节 好 我们再来看前面的这个部分 那后面有一个叫祝奔节 祝奔节 那祝奔节是什么 什么是祝奔节 就是要七月的时候 他们七月就是我们现在十月左右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祝奔节 等一下 祝奔节 好 祝奔节是什么 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 那他们到处的地方都是什么 旷野跟沙漠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需要怎样 搭帐篷 就住在那边 所以他们就是用这个东西来感谢 就是说 这是耶罗叫他们定论 所以他们要在这个四世代代里面 用这个来纪念 也纪念神的爱 所以他们用这个东西 他们每年七月的时候 他们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就是在这个地方就祝奔节 所以犹太人三大节气 来有几个 五月节 五旬节 祝奔节 用这个顺序 好 我们再来看看 那五旬节里面 这个主要意义的是献祭 然后感恩 这是第一个 跟第一个五旬节的意义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五旬节就是 摩西他们上旗海山 然后被搬到那个什么 来 摩西上旗海山做什么要 他们去既然做什么 领受十诫 就是在领受十诫 那一天 然后他也是在跟上帝的子民做立约 所以是立定盟约的是什么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节庆 所以是我跟你立约 你是我的孩子 你是我的儿女 是立约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圣词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耶稣的时代 耶稣的时代 人就会称那个 犹太人的节起 就是原来是五旬节 然后他在把这个五旬节 就是经过了余月节之后的五十天 所以一个一旬就是十天 那五旬就是五十天 所以这个五旬节是这样的由来 所以这是五旬节的意思 然后他第三个意思 就是说耶稣复活之后的第五十天 那五旬节这一天 大家有看到我们刚刚的经文 他说门徒怎样 大家一起聚集 跟耶稣跟门徒一起聚集 然后圣人就叫人在他们身上 当圣人被圣人 当门徒被圣人充满的时候 他们就得到那个能力 然后开始遵照耶稣过去 所交代的一页 就是要去传福音 祝道 然后带领信主 所以呢 在刚刚我们看到的手询传里面 在二章 二章的四十一节 他有讲到说 讲到说 那一天他们被圣人充满 然后有三千人受洗 这个等一下我会讲 所以这个很重要 就是他有领受到那个圣人能力 然后呢 他们愈必去行出来 就是行道愈必去做出来 用本来是一个交代 可是你用实际的行动去做出来 所以他去做传福音做见证 好 所以五旬节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行动 第一就是这样 第一个是预言 耶稣的预言已经实现了 然后再来就是 真的是圣灵就是应许降临在他们当中 然后他们得到那个能力 然后他们得到这个能力 然后他们得到这个能力 主要的目标就是做宣教 像全世界人做宣教 所以我们现在的使命很重要 就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做的 就是传福音 传福音 所以上帝要给你们怎样 有一个圣灵的能力 给你们有传福音的勇气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敢跟我们的朋友 传福音 也不敢开口说耶稣怎样爱我 然后我也愿意耶稣怎样爱你 也不敢开口 但是我希望基督徒听了这个圣经经文的时候 我们能够听到神在教的 我们就是要去勇敢去做 我们刚刚讲到说圣灵的能力和勇气 会赐给你什么 勇气 信心 能力 胆量 权威 这都是神要给你的能力 只要你拥有他 你就可以给了 你就可以去传 好 那在这里讲到说 在神明传里面 而且他讲到第二章开始讲话 他说刚刚是五群结论 那一句集 然后突然间呢 有声响 啪 好像风一样 所以圣灵就像什么 风 这样子 充满这个屋子里面 所以他们 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世界 好像那个风这样走过 然后呢 充满这个里面 那每一个人呢 他的舌头 如同火焰 然后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的人 个人头上 等一下用个图的你看 我觉得那个图有蛮有意思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图 说 个人头上都有火焰 这个很特别 好 然后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然后按着圣灵 就开始说方言 那刚刚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有很多人用方言在祷告 私下 这样在祷告 我就觉得 说方言 所以 你会发现 他是说别谷的话 就是这边的人 奇怪 这个话怎么 好像在哪里 我们以前的乡下的那个 那个语言耶 那你们在这里 又不是讲这个语言 为什么你们会 他们竟然会讲别谷语言 就是在讲方言的意思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到最后的时候 那彼得就开始就传 这次传福音讲道 然后讲天国的福音 那这时候他们听见人就说 啊我听的时候就觉得很扎心 然后就问彼得说 彼得阿弥阿弄 我们弟兄 我们要命要怎么洗 那彼得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个人要怎样 悔改 然后呢 要奉耶稣的愿 怎样受洗 再过来呢 他说叫你们的罪 可以怎样得到圣 所以你知道 你只要受洗悔改 然后你的罪就得到圣灵 然后呢 最重要是什么 因为你是被圣灵之后 你可以开始怎样 你受了洗 有了主在你的里面 你就变成 神又是给你圣灵 私下圣灵给你 所以只要你是信耶稣的人 神都要把灵交换在你里面 交换在你里面 所以你是很有能力的 因为神的灵在你里面 然后呢 这个后面的经文就讲到说 后来他们就怎样 受洗 然后呢三千人 怎样全部 三千人都受到朋友的感动 然后他交代他们说 你要脱离过去的这个 亂去备业时代 那你会发现 其实从这个经文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有很多的诱惑脱离 让我们跟神的关系 怎样越来越远离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 不断的去看掉自己 很容易被迷惑 很容易被世界所左右 很容易被世界的这些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所代理 然后就让我们跟神的关系 越来越远离 因为我们去追求社会的价值 我们不追求跟神在一起的价值 就会很大的不同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要说的部分 那你看很重要 这个就是什么 彼得跟他们讲的 就说你们要怎样 认罪悔改 然后你要受洗 你就要得到圣灵 这是彼得跟他们讲的话 用这句 那今天我也跟大家一起来 思考这个东西 也是我自己在想的 我看了这个经文 我自己也在想自己 我们到底是 我们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到底用自我 老我来服侍神 还是我们是用 圣灵邀请在我们当中 一起来服侍神 就是这是一个太多问题 我们到底用我们 居守卫 还是神的灵造物当中 居守卫 这个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今天你听了这个 讲道片 然后你自己有感受到 我常常看到我自己 我到底是用我自己 然后来服侍 还是用神在我当中 来服侍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但能力也有一个大不同 大有一个效果 大有一个效果 大来就是 这个也让我们去思考 我跟神的关系 到底是很亲密 还是很舒逸 还是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 好像好遥远 我觉得我好像信不下去 好难相信 到底是什么 再来 我到底有没有去传 就是当一个门徒的角色 因为耶稣把这个角色 交给门徒了 那我们现在在看 这个圣经故事里面 我们就会知道说 那神也是把这个使命传给我们 那我们到底有没有 接受这个传承去做 还是我们还是依然老样子 这也是要我们思考 也是我思考 那我们能力到底是 是从圣灵而来 还是从自己而来 我们要靠自己去做 还是要靠圣灵去做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思考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 你觉得你信了上帝之后 或是说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觉得你生命有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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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所说的话所做的事 到底是用你个人过去的这个 我在生活 还是你已经换了一个人 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 不再说是我 就像保皇说 他不再以自己为主 是以基督为主 这个 另外也不算是 我到底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 你的生命里面刚刚有九种果子 那九种果子 你觉得你结出了多少果子了 哪一些还在酝酿当中 还没有完全 哪一些是你之前一直需要改变的 像我就自己觉得 我们结脂做得很差 很差 也非常差 完全是不及格的状态 所以我也觉得不断在反省 我怎么做不到 那是不是 我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我当中 所以我做不到 我没有让神来管理我自己 所以这我也是有这样的东西 好 那假设说圣灵有住在 如果我们要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什么 来回应上帝对你的爱 这是你也可以思考 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 回应这个答案 那现在呢 我想要你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觉得如果圣灵要对你说话 圣灵要对你说话 让你重新等你的话 请问你在你的内在里面 你会希望圣灵对你说什么话 你才可以重新等你 我自己所有的一切问题 全部都留给你们 你们可以自己跟神 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跟圣灵说话 然后让圣灵也对你说话 你会发现你的圣灵会重新等力 真的会重新等力 不管你现在跟神的关系如何 你要记得 不是靠你自己的聪明才智 要靠圣灵与你同行 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 可能因为圣灵同在 就可以把很多的隔阂给化清化解 主上帝永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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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唱这首歌 圣灵请你来 今天我们很高兴有青少器 他们也是第一次的这样的主客 那我们也谢谢他们 在我们当中 我们来唱这首歌 圣灵请你来 帮我们放一下影片 谢谢 继续谈 继续谈 这首歌就是圣灵请你来 圣灵请你来 那这首歌我非常喜欢 就是有些时候 你会觉得你这样 靠自己觉得很无力 可是当你靠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圣灵就得到充满 得到能力 得到高度 OK 圣灵请你来 充满在这里 我渴望 我渴望 能认识你 让圣灵请你 因为� verd妇する 我渴望 也渴望 我渴望 我呼求神殿 神殿 神殿为我主 我尊重祢 荣耀 荣耀为我主 神灵进来 充满在这里 我愿望更得失离 你跟神的经历 神灵进来 神灵进来 改变我记忆 开我眼睛 开我耳 让我愿望更失离 我呼求神殿 神殿 神殿为我主 我尊重祢 荣耀 荣耀 荣耀为我主 我呼求神殿 神殿 神殿为我主 我尊重祢 荣耀 荣耀 荣耀为我主 我希望圣灵真的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愿是让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勇气 有信心 有能力 有权力 可以做神的好名头 为主勇敢做竞争 阿们 上去祝福 阿们 我们都能做捕 阿们 我都能做好 能做face吗 thấy Music